13号请上台 大家好 我今天要讲的故事是 等一下 妙妙是一只非常可爱的花栗树 但是它跟其他的花栗树不同 因为它是一只爱拖时间 又爱说等一下的花栗树 有一天 妙妙跟平常一样 一下子就把书包丢在一旁 像国王一样坐在电视机前 一边吃饮食 一边看电视 过了好久 妈妈说 这么晚了 你还在看电视 快过去洗澡 但是妙妙却只是微微地转头 对妈妈说 等一下 我转头会去看电视了 又过了好久好久 妈妈终于不纳烦了 她说 我要先去洗衣服了 你再不来 衣服你就自己洗吧 又过了好长一段时间 妙妙终于完够了 她突然想起 自己还没洗澡呢 于是她赶快去洗澡 并把我换下的脏衣服拿给妈妈 但是妈妈却说 刚刚叫你快去洗澡 你脆有不停 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你就自己洗吧 她用这个金表 拖了好多好多好多时间 也不断地说 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嘛 有一次她想把时间按回来时 金表却突然不能动了 正她焦急的时候 乌婆兔出现在她的面前 她说 妙妙啊 金表按不下去了 对不对 那是因为你我的时间都是跟我借的 所以必须用你自己的时间来还 但是你的时间不够还 所以必须用你妈妈的时间来还 哈哈哈哈 妙妙生气有愤怒 一拳就往乌婆兔身上打 这时 她突然醒了过来 她马上对妈妈说 妈妈对不起 我下次绝对不会再说 等一下了 一寸光阴 一寸金 寸金南麦寸光阴 时间的每分每秒 都非常的重要 所以希望在场的各位 听完这个故事 都可以好好利用时间 并成为守时的时间守护者 谢谢大家 时间三分十秒